奧巴馬政府正在催促阿富汗政府簽署一項新安全協議 否則將在2014年後面臨阿富汗境內沒有美國駐軍的局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沙奇週五說 不能與阿富汗總統卡爾澤伊在今年年內簽署雙邊安全協議 不是美國所考慮的選擇 在沙奇說這番話之前 卡爾澤伊總統的發言人週五說 阿富汗不在乎美國提出的期限 即使簽署協議也要等到明年4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之後 白宮罰人歐內斯特說 如果不能在未來幾星期內最終落寫一項協議 美國和盟友就無法安排2014年 從阿富汗撤軍後在當地的軍力部署 卡爾澤伊突然決定暫緩簽署這項協議前 他對2,500名部落、社區和當選官員 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 明確表示他支持這項協議 希望對幾星期內 擔議 例 指控 緩